也是我們要好好來觀察一下的 World Week Sopo 背號30號 他其實也只有23歲而已 185公分88公斤 在去年呢 是在老虎隊高階1A A Plus高階1A 後來到澳洲聯盟 是打博斯熱火隊 七場的初賽四場先發 防御率2.59 一勝一敗一救援的成績 15次三陣11次的寶獸 我現在對投手來講 這個Slove大家都練得非常的好 快速球這顆149 有速度 我看這個 他的控球的評價應該還不錯 但現在投到2好3塊的板球數了 確實在小聯盟給他的一個控球的評價 他從1分到100分他是來到了98分 所以一點就好 對啊 球數這麼快也有控球 不過在ABL就是澳洲聯盟那邊 那個season整體來講保送是多了一點 嗯 場上打擊的是台體大第七棒的廖俊凱 上一次打擊是獲得了四塊球寶獸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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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壓快速球 這顆球 就真的是 球壓住棒子 打到 但是整個球也飛不遠 然後再來是 整個投球的節奏是 球跟球之間的節奏滿快的 所以變成打者上去的時候 準備的時間要快一點 好 那個球壓住球棒啊 這個球打不遠了 右外野的高飛球被接殺 好 好 現在台體大的打者 是第八棒的林志賢 應該上去 就 哎唷 快點快點 要來啊 無論是投球節奏 或者是 這個球的速度 不過這一顆來一個變化者 這應該是一個卡腾 欸 這也是兩顆 都打成了界外 澳洲的這些球員呢 也可以說是 打棒球也不是他們 算是唯一的工作 我現在很多選手朝著棒球 這條路在努力了 所以 都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到美國去尋求機會了 所以我們要注意看 澳洲很多的球炭 住宅在那個地方 嗯哼 因為 他跟美國那邊 有一個共同的語言 英語都會通 哈哈 對 像這位投手也才23歲 才23歲 雖然看起來有點像33歲 我也是非常年輕 在高階1A奮鬥 這個現在是五局下半了 我們這場比賽就等這個 湯瑪士小火車 不知道會不會上 這個球打到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三壘手接球之後 變了三四五六七八步 再傳一壘刺殺出局 我的猜測了 他馬是這一 這一台小火車 大概會留在日本口 哦 留在日本口 嗯 我這取球的角度也滿大的 對 林志賢這個球 算隊料真好 不知道我是說這個熱身賽 湯瑪士應該會 總要投一下吧 沒有 他留在日本的熱身賽 那個 澳洲隊 打完 今天打完之後 他們明天要往日本去 跟日本隊打 去日本打 對去日本打 所以我是認為 湯瑪士有可能 去那邊要出來 哦 不過也跟大家報告 像明天呢我們就有 轉播明天晚上六點半 是古巴對上 韓國職棒第九隊 新的隊伍 恐龍隊 然後接下來還有 這個恐龍隊 對Lamigo的 還有荷蘭隊 對上 台灣體大的 還有這個禮拜天 是古巴對上 荷蘭隊的比賽 所以接下來 我們都會為大家做轉播 哇這個快速就要補手 接得很艱辛 不過還是讓楊家獎 歸棒落空遭到三陣 三場三下 五局下半 台體打沒有得分五局打完 是1比2一分落後